台北市區發生驚險的火燒車意外 駕駛開著11年的舊車行進重慶北路 結果引擎突然冒出濃煙 趴驚覺不對勁 車子都來不及停在路邊就先逃命 果然駕駛下車沒多久 車子就陷入火海 還傳出了爆炸聲響 也嚇壞路人 驚險意外也造成車道一度毀毒 回下燒好大 消防隊員正在看要怎麼撲面 突然碰了一聲車頭傳出爆炸聲 整輛車陷入火海 吃進來吃進來 火勢猛烈黑煙更濃向上竄 消防緊急出水搶救 還冷咧 整輛車都已經被黑煙包圍到看不見 索性駕駛已經衝下車到一旁路邊逃命 實在好驚險 我出來看的時候它從下面下巴那邊 開始慢慢燒 爆煙後來整個就燒掉了 聽到那個爆炸聲 有 一聲爆炸聲 電池爆炸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 3號下午1點多出現驚險狀況 駕駛先發現儀表板上的故障燈亮起 沒多久引擎蓋底下就開始冒煙 真的是好可怕 它嚇得車都來不及停路邊 直接衝下車逃命 果然車子過沒多久就竄火 把其他用路人都嚇壞 車子已經都整個都燒毀掉 然後農業很大 對 車輛圍堵到這邊啊 都是在圍堵啊 可能是線路的問題啊 駕駛說車子出場11年了 說舊也不算太舊 平時並不常開 這回發動後沒有發現任何異狀 究竟怎麼起火的 還有帶火吊人員進一步釐清 藉網警幫忙忘家 台北採訪報導